这个汽车品牌是沃尔沃,并写是Volvo,Volvo来自瑞典,而这个瑞典语又来自拉丁语Volvo,意思是我旋转,为啥要取这个名字? 因为沃尔沃最早生产的并不是汽车,而是滚珠轴承,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滚珠轴承需要不断旋转才能运作,所以才有了Volvo,请把原来如此打在公屏上。 还有那谁,沃尔沃,别忘了打钱哈。 英语图我的兄弟拉丁语图告诉我,Volvo是拉丁语动词Volvere的第一人称单数现在式直程式动词变位,而Volvo还可以继续进行完成式被动分词变位,变称Voludos。 你可能要说,这都什么鬼,英语图你在念咒语吗? 的确,刚才这个你不用记,你只要记住,表示旋转的这两个拉丁语评写,后来进入了英语,变成了所谓词根。 如果你知道词根这个概念,应该也知道前缀和后缀,而如果你对词根词坠的概念不熟悉,请参见英语图构词法视频。 同样来自拉丁语的还有这个前缀,可以表示再次,也可以表示往回,你应该知道return这个词吧,开头这个前缀就表示往回,所以往回转就是回来。 再比如react就是往回活动,所以才是反应。 再看这个后缀,它也来自拉丁语,通常构成名词形式,比如action是act的名词形式,attraction是attract的名词形式,collection是collect的名词形式,这些词你应该也见过吧。 那好,咱们现在知道了这个词根,这个前缀和这个后缀的含义,它们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revolution,你是不是要说是革命的意思吧? 喂呀喂,这是怎么得出来的结论呀,跳了一步啦。 revolution的本意就是字面的往回旋转这一动作,这里的往回旋转指的是重复旋转,即旋转一次后回去继续旋转。 revolution这个词最早描述的是天体的重复旋转,用法仍保留在现代英语中,比如the revolution of the earth around the sun,地球绕太阳的旋转, 不是地球绕着太阳闹革命啦?也可以泛指重复旋转,比如发动机里面500 revolutions per minute,500转每分钟,不是每分钟闹500次革命哈。 revolution后来才引申出了推翻或者说翻转某个确立的政治系统这一含义,对应了中文的革命。 请把我误了,挡在公屏上。 那英语图我来考考你,revolution是名词形式,它的动词形式是什么呢? 咱们之前提到,这两个拉丁冰写都从拉丁语进入英语,成了词根,或者说词根变体。 revolution中出现了这个词根变体,而它的动词形式则用了这个词根变体。 revolve,比如我可以说,the earth revolves around the sun,地球绕太阳旋转,my life revolves around teaching English,我的生活都以教英语为中心,字面译是,我的生活绕着教英语转。 请注意,revolve这个动词只有本意旋转,而没有名词revolution的革命这一隐身含义。 所以,你记revolve时,最好不要光记革命这个隐身意,最好也记住旋转这个本意。 如果你要用谐音柔鲁迅来记revolve,最好记一边旋转一边革命。 以上,咱们用词根词坠学习了revolve,你可能要说,我没觉得词根词坠很简单啊,你这不是把背单词变成了背词根词坠了吗? 是不是换汤不换药啊? 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但学习词根词坠有一个关键性的优点。 当你学会一个词根之后,往往可以通过不同的前缀后缀,举一反三,轻松记忆其他单词。 比如,如果把revolve的这个前缀,换成表示向内的这个前缀,咱们就有了involve,本意是把什么卷进来,所以是包括。 那它的名词形式是什么呢?咱们可以推断一下。 既然revolve的名词形式是revolution,那involve的名词形式就是involution,本意是向内旋转,向内卷起。 诶,听到这个你想到了什么? 对了,就是内卷。 再继续,如果把这个前缀换成比较是向外的前缀,就有了evolve。 evolve的本意是向外转,向卷轴一样,一点点向外展开,逐步显露。 这一含义后来也被延伸为生物学上的进化。 因为进化就是一点点展露更高的层次嘛。 它的名词形式是什么? 当然是evolution啦。 好,以上就是怎样用词根词坠来记忆revolution和它的几个同根词。 咱们快速复习一下。 学会了吗? 有用的话请点赞哦。 我是英语兔,关注我学英语比兔子跑得还快。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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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